實惠有沒有什麼特別推薦的 其實最近有一部就是李忠碩 李忠碩大家一看到這個卡司 就是票房保證 壽視紅盤的那一種 但是因為他這一次 搭的女主角是秀智 其實講白一點 就是秀智對我個人來說 是比較沒有那麼 就是那麼好的演技的女生 因為畢竟她的歌手出來 但是我覺得她在這一部裡面 有非常非常大的敬畏 對 像這一部 其實叫做《當你沈睡時》 她是透過女主角就是秀智 她在睡覺的時候 她的夢境會預知未來 然後妳在預知未來的當下 妳醒來之後妳就可能可以去改變 或者是去預知一些 妳未來妳本來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妳可以去避免 譬如說她可以預知誰的死亡 對 這是一部非常我覺得 也是很超現代的事 譬如說她男朋友要發生危險了 她就可以先趕去救她 她趕快去救她 然後就營造出一種我救了妳 妳救了我的這種感覺 因為她有那個預知夢 所以她可以去改變現實的狀況 對 甚至改變未來 對 譬如說她快要發生危險 快要死掉的時候 她趕快去救她 然後就改變了未來 然後故事就繼續進行 這讓我想到一個可能性 什麼 她可能就是夢到男朋友會死掉 對不對 她夢到的時候是2點 然後她起床的時候已經下午4點 無睡過頭 就來不及了 無睡過頭就夠好了 然後難怪就死掉 跟她很掃興 對 妳真的很不浪 不是嗎 我考慮的是很現實層面的位置 我們現在看的就是韓劇 我們要非現實 我跟你說她就是會救到 對 我們男生的工作就是把 像妳們這樣子 會投入到電視界的女生 拉回現實 沒有 我們沒有要 我們沒有要回去現實 而且我跟家爺爺 這部片的男二有肉 他身材超好 有肉 對 有肉嗎 有肉 我以後是在家裡喝水了 他是警察 真的假的 他會就是全裸 然後穿警察的衣服 然後那個六塊肌超級明顯 超級明顯 那個制服超天 我們剩下節目不多的時間 趕快還有什麼值得要推薦的 趕快跟大家說 就是我想要推薦一部也是帥哥的戲 就是俞成豪 就是俞成豪退伍之後 他先演了一部 就是很酷的古裝劇叫《君主》 他現在這一次挑戰實裝劇 而且這是他第一次演不悲情的角色 不悲情 對 而且這個題材非常特別 就是他的片名叫做《不是機器人》 然後就是那個女主角 就是他其實故事設定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設定 是俞成豪是一個 會對人類接觸過敏的人 因為他心裡有創傷 所以就是一旦他跟人家握手 或是他被碰觸之後 他就會全身過敏 然後最嚴重的可能會致死 天啊 所以他就一個人一直獨居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科學家 就跟他說我研發了機器人 可以陪伴你 然後那機器人就是女主角 是一個很美麗的女生這樣子 對 這個我覺得我可以看一下 你就是要看那個機器人的怕對不對 美麗的女主角 對 機器人的怕 你要加油了齊君 現在看起來寒流真的是來勢洶洶 真的 每個人都超帥的 都各有特色 好啦 準備回家看劇了 好啦 我 Fletter 還有你